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拽卧墙的修复 先用一块木板或者拽卧都可以 先在墙的两侧转上尘孔 螺丝打上以后 螺丝会沉进去 在挂灰的时候就不能脱出口 这样做就比较好 用这块拽卧板撞螺丝以后用手拽子 用手拽子在墙的两侧 把螺丝钉固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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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螺丝钉 换下来 再把要补的这块拽卧 用手拽子施 放个层口,便于螺丝能沉下去 这样的话,这个墙就堵不住了 这个螺丝沉下去以后 完事儿呢,用这个小刀片把这个边缘的毛刺修复一下 都把它修复好 修复完以后呢,我们用这个沙网 用这种沙网呢,就是一般的建台商店都有卖的 在这边也是Home Depot都有卖的,这个沙网 这个沙网呢,也分薄厚,也有薄的,也有厚的 我一般采用都是用薄的,薄的呢,贵一点,但是质量非常好 一个是有黏性,另外的就是,它不容易,你磨灰的时候,它不容易起骨 薄一点的呢,也比较结实,磨灰的时候呢,也容易磨得平 用这种沙网,先把它贴上,贴上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可以磨灰了 不管有多少口,都是材种,采取这种办法 先打上沙网,让它拽一下,然后呢,用木条,或者用灰板,在里面做个蹭板,把这个蹭板先固定到墙 下面打个螺丝,上面再打个螺丝,上面再打个螺丝,这个时候呢,把中间这个螺丝,你用手卸下来 这个蹭板,就成功了,要填补的这块拽卧,中间也要,钻一个尘孔 这样呢,我们,把螺丝,把这灰板固定成以后,表面就不会突出这个顶子 用刀片呢,把周围的这些毛刺,都把它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以后呢,再贴上沙网 这个网呢,有年轻,有胶里面,在贴的过程中呢 如果要是这个缝隙大,就先抹石膏,抹石膏贴网 如果缝隙小,直接就贴网,这个缝隙都非常小,可以直接贴网 贴完网以后呢,我们再用石膏,再把这个墙,把网贴齐 所有的缝隙,所有的缝隙,给它粘着 好,用手按一按,非常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抹石膏了 这个石膏的这个逆子,有几种 如果有大的缺陷的墙,可以用干石膏,把九零灰,和九十号的这个红分 和成这个逆子状,往墙上搬 像这种小缝隙的,就买那种,已经调和好了这个石膏 这种石膏啊,操作简单,就不用拨,直接拨就行 我们用宽铲去拨,十分左右的铲,就能把这个边缘抹得非常平 这个灰的时候,一遍是搞不定的,干了以后,打磨,打磨完以后,再拐一遍 好了,再干,再打磨,就可以上低器,完了刷面器,两乘七就搞定了 一般,这个逆子一定要刮两次 披这个灰的时候,要披两次,一次是搞不定的 因为一次呢,它那个边缘呢,还有的地方,气泡的地方 还要打磨,边缘厚的地方,要等 好,这就非常完美了,凉变以后,非常好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喜欢的朋友,点关注转话 好,再见,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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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